第35届金曲奖将在下周六要登场 表演嘉宾受到不少人的关注 而在今天再度的重磅宣布了 日本摇滚乐团生物鼓掌 将跟苏达绿的成员龚玉琪 一起带来精彩的演出 为今年的颁奖典礼增添亮点 船头力十足的歌声 一秒重回学生时代 这首Sakura台湾歌迷都恶熟能详 还有这首也是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光是听到歌曲就热血沸腾 歌曲的演唱者生物鼓掌 这回受邀要登上金曲奖舞台 认为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差异 亲自将这些歌声传递给大家 他们相当开心 而更惊喜的是 他们将和苏达绿的成员阿公合作演出 苏达绿阿公将与生物鼓掌 一起带来国际性的演出 阿公也透露自己平时 有在看动漫 能和生物鼓掌一起合作相当荣幸 而阿公对于三金典礼不陌生 过去曾多次担任表演嘉宾 这回台日联手将为金曲三舞 积出什么火花 29日答案揭晓 介绍我到